经济部举办的2019年台湾卤肉饭节 这两天在台北车站一楼广场盛大展开 今年是以十全十美为主轴 邀请到了全台湾总共142家业者 带来各式各样不同于传统的卤肉饭口味 像是加入了起司 明太子 鹅啊 红礼等食材的卤肉饭 这两天开放民众到场大快朵頤 而经济部连续三年推动台湾卤肉饭节 成功地把平民美食化身为台湾国饭 要推向国际舞台 把这个和牛的脸颊肉拿来做卤肉饭 油花肉块均匀淋在饭上 这碗看似平凡的卤肉饭其实是和牛制成 主厨尝试跳脱传统 试了好几次才找到最佳口感 和牛的脸颊肉 因为它那个部位是 就是它在吃东西它咀嚼最多的地方 那里面有丰富的胶质 那卤肉饭一定要有胶质 在淋在饭上的时候 它的咸香味出来之后 才会吃到它的特色 台湾卤肉饭也能很日式 这家业者在卤汁上 撒上满满起司 再铺上明太子 就变成丼饭 也别有一番风味 起司是选没有那么咸的起司 所以我们可以跟卤肉做一个搭配 因为我们卤肉本身其实是偏甜的 不知如此 还有盖满蚵仔的卤肉饭 加入红黎的养生卤肉等等 来自全台142家业者齐聚一堂 让民众排队抢着吃 国饭大会是登场了 由经济部举办2019年台湾卤肉饭节 8月13号 14号两天 在台北车站一楼广场盛大展开 今年特别以食权食美为主题特色 让卤肉饭呈现不同样貌 从市场到餐厅到饭店 从五星级到五星级 从里岛到本岛 我相信透过我们的活动 可以让所有的国内外的人都吃得到 连续三年推动台湾卤肉饭节 让大家有不同的品尝经验 成功把平民美食化身台湾国饭 推向国际 记者文宣刘俊台北采文报